先来看一下完成的结果 结果把它先打开一下 打开之后假如说 你希望一开启Essal档 它自动会 当然你可以设定 自动启动这个表单 这个表单实际上对应的 就是后面的资料 也就是说你将来 有一些需要计算 你可以在表单上面计算 计算完之后 它可以帮你把这个结果 输入到后面的 这个Essal的 这个储存格里面 它会按照每一个 对应的这个栏位 把资料放到你要的 比如这地方有个借款金额 借款金额 借款年利率 然后借款的年限 每月偿还金额 利息等等的 那这部分的话 当然第一个 我们假设说 我要计算 比如说我今天借款金额是 单位是 这个万元 所以我打一个100万 OK那利息的话 2%好了 那大概20年 我可以按个开始计算 那计算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每月偿还的利息 就会算出来 然后呢 总共 借了这个20年之后 总共 等于是说呢 你要你这个100万里面有 这个100万 你必须要多 还这个 21万多的这个利息 那并且按开始计算之后呢 可以帮我把什么呢 刚刚我计算的结果呢 顺便把它记录到哪里呢 记录到下面 也就是说你每做一次 动作的话 它会把这个结果呢 把它记录到这边来 那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说 你这里面也可以把它全部清除 清除之后可以 做下一次的计算 那主要就是说 你可以透过一个界面 这个就是一个interface 那这个界面的话 当然你如果有一些工作 需要 比如说经常性的 去输入一些东西的话 那你就可以设计一个表单 那以后的话 就透过这个表单就可以了 你可以比较清楚的